各位同学,大家好 老师来介绍陶瓷艺术赏西 这门课是通试课程的选修课 我是卓秀东老师 老师的联系电话是学校的电话 分机是235 Email是choswa 小老鼠cc.cust.edu.tw 老师的专业领域是在教育 尤其是人文教育 因为老师是英格人 我们的家族都从事以陶瓷的产业 所以老师另外一门课就是台湾陶瓷新产业 这门课陶瓷艺术欣赏的教学的目的 是在透过台湾以及当代世界的陶艺创作之美 用以来陶艳学生美的感受 并且能够了解陶瓷艺术的基本知识 进而喜爱综合陶瓷多元的创作 协助学生能够发展相关产业的兴趣跟潜能 学习目标 我们分成知识技术以及态度 那知识呢就是要结合学生的美学基础 认识新的陶瓷艺术相关的知识 那技能就是要学生能够制作 并且很简易的创新 学生自己想要的陶瓷作品 那态度呢希望透过老师安排的200多个 台湾以及2006年 2008 2010年 英哥陶瓷博物馆所举办的双年展 这里面的作品 那引起学生能够对当代陶瓷艺术的喜爱 进而主动的参与 学习 以及创作 这门课学习的对象 老师希望这门课是全校的日间部 夜间部 以及进修部的学生 当然也包括研究所的学生也非常的欢迎 那大学部的学生所开设的研究所的学生 如果有兴趣也欢迎来选修 那他比较适合其他有兴趣的同学呢都来选修 那课程的简介 本课程的学分数是两个学分 当然科目是陶瓷艺术赏西 学习的方法 我们希望课前同学能够主动的预习 依照课程的规划 预习线上的课程 那在课程之中 同学必须要主动积极的参与各项学习活动 比如说讨论测验或者是试卷 当然也要听课程 那除了依照进度观看课程 在每个单元之后呢进行中和的练习 来验证自己的努力的结果 课后呢 习题若有不会代表有新的观念尚未了解 应重新观看课程或者是把它记录下来 可以当面在面授的时间跟老师讨论 或者是在网络上同学有困难可以跟老师联系 或者是email到老师的信箱 学签的能力 当然这门课 老师是欢迎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来选修 那如果说有具备一些基本的基础 比如说对陶瓷艺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或者是说对美学的认知有基础 或者是对陶跟词的区别 或者是陶瓷相关的类别等等 如果说有基本的认识 这是最好的 教学大纲在第一周老师规划 第一个是序论 就很针对陶瓷的这一个概要 那老师针对我国陶瓷发展的简史 打从商朝、汉朝 或者是说宋朝、唐朝、明清等等 一直发展到我们民国初年 那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让同学有一个基本概念 第二个因为我们是活在台湾 所以呢第二个单元老师呢 介绍这100年台湾陶瓷发展的主要阶段 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因为是在战乱 所以大部分是以生活陶瓷相关的作品为主 那第二个阶段是光复之后 国民政府来台 针对中华文化复兴 所以这边的陶瓷大多数是仿造我们故宫的精致的作品 那它的重点是在仿制 它的细腻 它的技巧是非常的纯熟 有它特别的美感 那第三个阶段是因应整个世界的艺术的潮流 1980年之后 我们的陶瓷的发展迈向现代陶瓷 意思就是以作者的感情 它的意念 它的概念 它的内容 或者是说要表达的主要的主题为主 这个叫做当代艺术 近百年台湾的陶瓷发展 大概可以分成这三个阶段 第二周呢 是介绍陶瓷的基本知识 比如说又上财又下财 什么叫做青花 这个是几百年 在中国或者是欧洲 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 青花作品 青花又里红 或者是东阳风等等 那当然我们要了解又要 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又是 胚体怎么样的制作 那第四个单元是互合的应用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陶瓷已经不是单一的煤材 而是复合 结合多煤材 整体复合的来设计 第三周呢 是介绍中和材 中和材跟它的装饰 那中和材的意思就是 就是中和多元的材料 结合多元的或者是多层次的制作方法 或者是技巧等等 成为一个多向度 美感比较整合 比较现代化 那中和材是跟当代艺术结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陶瓷特色 第四周呢 为了加强同学 对陶瓷的一些认知 所以老师安排了DVD 这个DVD呢 是经过英格陶瓷博物馆的同意 它的授权 然后介绍我们台湾的几个主要的窑场 比如说英格陶博物馆 华陶窑 或者是我们在水里的水蛇窑等等 那让同学呢 对窑场的认识呢 更有概念 那接着第八个单元 就是针对这个DVD 所显现出来的几个主题 那我们来互相讨论 第五周呢 主要是在介绍 我们台湾成功的陶瓷产业的介绍 为什么老师要直接安排这样子的课程 意思就是让同学呢 很具体的了解 台湾目前当下从此陶瓷 不管是文创跟艺术家结合的文创部分 或者是建筑 陶瓷应用在建筑方面 或者是应用在工业 航态等等 那我们台湾有三四十家 表现非常的优秀 那这个DVD是实际的采访 让同学对我们台湾成功的陶瓷产业 有深度的认识 第六周就开始呢 安排台湾彩绘陶瓷 为什么老师没有花很多的时间 在介绍唐朝或者明朝 元朝 清朝 因为在时空上面 尤其是空间 老师先介绍台湾本土的作家 或者是我们台湾传统的一些彩绘的作品 这样子同学在认知上 在情感上会比较具体 比较熟悉 第七周呢 老师安排邱焕唐教授 他是四大英语系的教授 但是呢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陶瓷家 那他的创作理念 他的生平都足以让老师 当然也包括各位同学去学习 去敬仰 那他本身并不是艺术或者是陶瓷的本科系 但是他对通式人文的基础非常的深厚 对历史心理学或者是人性或者是美学 有相当的基础 他用在透过陶跟瓷的这个美财来表现他的理想 他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陶瓷家 所以他也可以说是台湾本土第一位获得终身奖陶瓷艺术终身奖的一位前辈 第八周呢 接着另外老师介绍吴让龙这一位老师 当然他的年纪可能比刚才在上一节课 我们介绍的邱焕堂教授来的资深 当时他是从大陆来台 那他的专场实在优藥 他的谣辩 他的作品是非常的特殊 他的艺术性也很强 值得大家来学习 第九周跟学校的整个举行其中评量 这样子的进度结合 所以我们第九周呢就举行其中考 接着第十周 这是e-learning 老师开始介绍陶瓷作品的欣赏 这包括了2004年还有2006年 由英哥陶瓷博物馆所举办 全世界各国的最傑出的作品来到送到台湾 经过专家的评审 再挑选出来代表20042006年的 接触作品 所以老师介绍这一个作品应该有相当的代表性 不管是美学或者是他的创作性 那同学可以在课程里面可以看得很详细 第十一周就是21跟22单元也是陶瓷作品的欣赏 那这是2006年跟2008年的作品 那同学可以看到当代陶瓷艺术作品 他的创作的奔腾跟多元 尤其是创作者这一种思考 这种创作性非常的特殊 非常的有才华 各位同学可以好好的欣赏 当然老师会每一个作品都会解释 都会解说 第十二周也是一样是陶瓷作品的欣赏 就是连续着第十一周 那第十三周是进到第25跟26个单元 那为什么老师在这边要特别介绍人文精神的意涵跟特质 事实上我们学校开设这一门课 比如说陶瓷艺术欣赏 并不在意把各位同学训练或教成陶瓷家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简单 而是说这一门课是在通式的选修课 透过这样美学或美感的启发跟教学 那同学能够涵养更深厚的人文精神 那这个人文精神他的真正的经典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 就是真善美 一个人如果说内心里面有美感 他的情绪他的心事会比较柔和 比较柔软 那对真理的要求或者是说善伦理 这个概念如果说因为透过这样子的美学而能够启发 让同学在这一方面的涵养或者是认知更深厚 而改变各位同学的气质 各位同学的修养 这就是我们开设通式课程里面的陶瓷艺术赏息的真正的目的 而对于陶瓷艺术的基本的认知 或者是一些作家的作品的欣赏 这应该是在其次 那第14周老师要谈到艺术跟人文 那了解艺术的真体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艺术 什么是人文 那这一个单元27跟28 就是把艺术跟人文的关系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在课程的内容老是举很多的例子 那当然里面也包括一些美学的基本概念 人文精神的意涵是什么 以及艺术跟人文有强烈的交集 如果艺术作品里面没有人文精神 他是不会受到接受 而且他的艺术性不容易长远的流传 第15周老师再度的强调 现代陶瓷艺术的特质 因为在责任上 老师必须要把各位同学直接带到当代的陶瓷艺术 因为我们是活在21世纪 如果说老师琢磨太多的古典的或者是传统的陶瓷艺术 而没有安排单元来介绍当代的艺术 各位同学在看作品 刚才或者是之前几个单元老师介绍的20062008 或者是2010年的当代陶瓷艺术家的非常有创意的作品 各位同学可能没有概念 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最后在29跟30单元老师要综合起来 再把现代陶瓷的特质是什么 他是跟前面我们提到的综合彩有非常强烈的关系 那当然他要表达的是人文精神 在第14周我们已经在那个地方有详细的解说 第16周老师安排台湾英格彩绘陶瓷的发展跟展望 因为建筑物陶瓷或者工业陶瓷 他是非常的专业 也是理论性 或者是说他的设备要非常的多 那这可能不是在我们通试的选修课程所能够完全的涵盖 所以老师呢选择彩绘就是painting去画画 那这个彩绘当然包括水墨画 或者西方的油画 或者是水彩画 也包括雕刻或者是塑造等等 那这个彩绘陶瓷在英格他的文创的事业规模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大 举一个例子来讲 台华瑶台华瑶他在英格就有二十几个门市 当然他很多的作品是外销到其他的国家 那我们国家的外交部总统府的送外宾或者是外国的驻华大使等等 都是来采购我们台湾尤其是英格的彩绘的作品 这里面除了传统的工艺师所画出来的作品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致 那除此之外也跟现今的一些艺术家来结合 所以呢彩绘陶瓷已经不是一般的传统那样子的一个玫瑰或者是牡丹花 而是跟当代艺术家的挥洒 他的情感他的艺术性的挥洒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的附加价值非常的高 一个作品可以卖到上百万 当然也有作家他书法写得很好 这是中国的文化特质之一 把书法不管是立书行书或草书 把它写在这个瓷器上 然后再去雕刻 加上这个幼药师傅 或者是姚厂的师傅的配合 让这个作品成为惊世之举 当然他是富有很浓厚的中华文化的特质 第十七周介绍 彭宗忠书老师 他们都是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 那这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是值得同学来了解 同时他们的作品都是最近五年十年的作品啊 那老师把他挑选出来 他个人这一些艺术家的创作的理念 他个人的背景 他们学习的态度 他们的作品的特色 老师都会在课程里面一一的介绍 第十八周 当然就是学期快结束了 我们就综合起来做一个期末的评量 那这个评量的方式呢 老师会跟各位同学讨论 我们取得一个共识 同学都可以接受 而且呢 能够测出同学的学习的一个成效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举行期末考 接着老师来介绍这门课的成绩考评 那为了加强 同时呢 也鼓励同学 自己能够利用时间上网去学习课程 并且参与我们远距教学的一些教学活动 所以老师设计在线上课程 如果说你在期末达百分之百 那这一个成绩呢 占学区的总成绩的百分之十 那第二个就是线上的测验 我们最少每一个学期安排十次以上的测验 那这个成绩呢 系统会自动计算成绩 那我们占整个学期的成绩的百分之十 那线上的作业 一学期大概最少会有四次的作业 那老师都会评分 看完各位同学的报告之后 作业之后 老师会评分 那四次总平均 那比如说你是九十分 那就占整个学期的百分之十 那线上讨论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分组讨论或者是学生呢 在讨论的主题里面互动 或者发表你的意见 评论如果说越多 你的分数就比较高 那如果说是十个线上讨论 各位同学 最好是能够参与最少二十次 除了你个人的发表 你可以跟别人互动 或者是对别人的意见 或者是他们表现的非常好的内容 或者是他们的主意或看法非常好 你也可以给鼓励或肯定 这一部分呢也占百分之十 那我们一个学期大概有六次的时间 要到教室来面授 所以呢 第一周第三周 第八周第九周 还有十七跟十八周 这六次的到课率 就是说你到学校老师点名 你都到 当然就会有九十分以上 那这个也占整个学期总成绩的百分之十 那期中考跟期末考 不管是用笔试或者是报告 那期中跟期末我们各占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同学不可以说 我到期末考 期中考 因为字写的很好 或很努力 那其他的你的进度没有 或者是没有参与其他的教学活动 那你的成绩还是会受到影响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选修这门课 希望能够多元的 比较踏实的学习 那未来的学习方向 相关的课程 老师另外开了一门课 叫台湾陶瓷文化之美 这门课是受到教育部的专案的补助 那这一个课程的重点主要是 Fox在台湾 那尤其是台湾的产业 台湾的文创业 台湾的陶瓷艺术的发展 陶瓷的这种窑场等等 主题呢 范围主要是在加强台湾在陶瓷这一方面的产业 或者是尤其是现在非常强调的文创 那老师会介绍新的资讯 或者是新的case 那收集比较新的视听 DVD或者是拍摄新的作品 那我们同学大家来讨论 这是台湾陶瓷文化之美的课 那延伸的课程 当然就是说台湾陶瓷新产业 这个是老师目前正在努力规划之中 因为同学希望修完这门课 将来到社会去就业 或者是说未来的事业 能够因为因缘聚会 或者是有机会来参与陶瓷这个产业 那这一部分呢 老师目前还在规划之中 那希望将来呢 也有机会跟各位同学呢 见面 互相学习 以上是未来的学习方向 谢谢各位同学 认真的听取这一份的说明 谢谢 拜拜